视讯沟通的魅力 它不是专属于漂亮的人 帅的人 它其实是属于能够洞悉 视窗沟通潜规则的人 大家好 我是陈立青 感谢与您相会 在这段时间 你有多常在视讯上面做沟通 视讯会议真的有它 无可取代的一个好处 它很方便 很及时 它很有效率 它无远佛界 并且还可以触及到 非常多的人 可是效率并不等于是效能 无远佛界 触及到很多人 也不一定代表 我们的影响力会增加 视讯的沟通 对你到底是危机 或者是转机 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 他们在视讯上面的沟通 没有办法像在实体上面的沟通一样 他觉得他的魅力 是施展不开来的 可是事实上 透过适度的学习 你会发现 镜头即将成为你的神队友 人生就是一场秀 在沟通的这个篇章里 实体沟通就很像是舞台剧 而视讯沟通就很像是电影 或者是电视 在实体沟通的这个舞台剧上 我们知道舞台剧的舞台是很大的 你看到演员 你会看到全身 你会看到他跟周遭的人事物的一个关系 那因为他非常的大 所以当一个演员 想要展现出自己的情绪 包括他的快乐 悲伤 生气 他只有用细微的表情 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所以他需要去用到他的全身 让观众可以完全去感受到 而他在表演的同时 他可以看到观众的反应 听到观众的笑声或者他的惊叹好 那这时候他可以更进一步的去调整他的表演 这个是在我们在舞台剧上面所会发生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是电影呢 我们是在一个框框里面来看这个电影 而观众所看到的视窗 就是导演他的一个聚焦镜头 这个就很像是摄影zoom in的概念 我们想一下我们现在到野外去玩耍 这个风景非常的明媚 有非常多可爱的小鸟 这时候当你拿着你的摄影机 还是你的手机都好 我们就对着一个小鸟 我们这样子突然zoom in 你会发现很多很可爱的新大陆 这个小鸟自己本身 不管是他头的转向 他的嘴巴 他的眼睛的转向 还是他羽毛的一个细节 你就会发现他原来是这么的可爱 可是如果你很怕昆虫好了 那你现在zoom in的是一个昆虫 你会觉得你原来只是小小的害怕 现在的害怕就变得是一个大大的害怕 所以我们在视讯里面 他就很像是这个zoom in 好的就更好 那不好的他也会整个他会被扩大 好消息是视讯沟通的魅力 他不是专属于漂亮的人 帅的人或者是很会讲话的人 他其实是属于能够洞悉视窗沟通潜规则的人 他会需要知道镜头外的人 如何看到镜头里面的你 并且知道如何让镜头成为你最要好的朋友 只要能够这样子 我们就能够很顺利的把我们平时在实体沟通上面的魅力跟影响力 把它转化为我们在视讯沟通上面的魅力和影响力 容我再度的强调一次 视讯沟通它是一场秀 它是一场zoom in的秀 它是一场聚焦在一个小小视窗里面的秀 它是一场在于你自己是展现你的上半身45公分的秀 所以要做好这一场秀 我们需要知道演员要怎么表演 至于观众是如何的解析你看待你的 现在我想邀请你把自己提升成是一个导演 如果你是个导演 你现在来看这位演员 你会给他什么样子的建议 你会以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告诉这个演员 哪里做得很好可以继续 哪里你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 我想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元素 导演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看的是你的对白对不对 他看的是你的演技演的对吗 演的好吗 然后他看的是你的戏服 换句话说 每一个演员都要说对 要做对 需要穿对 中间是缺一不可的 如果他对白非常的精湛 可是他演技不行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可以触动人心的 如果他的对白是对的 他演技也很好 到了最后戏服却穿错了 这样子不就是白搭了吗 所以只要把自己提升成是个导演 我想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再来我想提一下观众 我想观众 他是用我们的眼睛在看你 用我们的耳朵在听你 用我们的心在感受到你 所以当你的戏服穿对的时候 他看了就顺眼了 当你的对白对的时候 他听了就顺耳了 而当你的演技对的时候 触动到他的心看力 他就喜欢这一出戏了 不是吗 在这个系列的课程中 我们将一起从导演的角度 来看从视讯沟通上面 我们要穿什么样子的戏服 什么样子的演技 什么样子的对白 让我们所有的沟通中 都能够穿对 做对 说对 而在这所有的过程中 刚开始是个学习 可是最终 他是学习反过来 其实是个习学 换句话说 请把你上面学到的 真正的用出来 一直用一直用 非常刻意的练习 最终它就会成为 你细胞的一个部分 魅力就是骨子里 所散发出来的惊叹号 邀请你一起把魅力 从尸体转视讯 从线下转线上 让你的影响力 能够无缘佛界 能够加回给更多的人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